感謝上帝,很開心,回來國殿,和大家見面, 甚至見白黑肉,和聖經經歷的一個分享。 剛才我來做禮拜祀, 禮拜九歲,我問說,今天是誰人在善事? 因為說今天沒有,今天是假日, 一些人沒有來煮火, 我臨時想說,定義本來是要找子女人, 幾乎的現世, 就說有一個顧爸爸不在一起, 我說沒有,你跟母親說, 我都不知道會合不來, 沒有,我跟你講, 剛才煮不來前,我們練一次, 也感謝主, 歐多上帝,我們美女的信徒, 一生要燃燃燃燃, 要這樣, 好,來, 今天我的題目就是, 那個, 雙雙關懷, 鼻塑關懷這個題目, 好,來, 那個, 我剛才問問卿, 說我愛說國語要說台語, 他說你人在說, 所以我想說這樣, 說道理的母語,我用國語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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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所要講的題目, 就是彼此關懷互相幫忙, 這是老生殘膽, 我們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信徒以後, 都要加入一個教會, 有些人一輩子好幾個教會, 也有基督徒, 一輩子只有一個教會, 不管怎麼樣, 每一個基督徒一定是在教會裡面生活, 一輩子過教會的生活,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麼, 教會的生活有兩個重點, 一個重點是對上帝, 我們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熱心聚會, 而且參加福祉, 第二就是我們跟信徒之間的關係, 我們要遵守主的教訓, 彼此實行, 彼此相愛。 我最近常常在YouTube裡面, 聽那個Bill Gether, 這是在美國近代很有名的, 一個福音詩歌的輔導者, 他們有一個很好的團隊, 在YouTube裡面, 我聽了一首他的作品, 叫做Raving God, Raving Each Other, 愛上帝, 彼此相愛。 這就是我們的重點, 今天我們來古提森教會聚會參加這個教會, 我們過教會的生活, 就是有這兩個目的, 所以希望大家彼此勉勵。 彼此相愛大概有四個內容, 第一個就是既然彼此相愛, 所以我們要維持教會的和睦, 這裡面不要有閒話, 也不要有假話, 也不要有想要批評別人, 傷害別人的事情, 大家要保持和睦相愛, 真心地彼此相愛, 這很重要, 保持和睦, 還有向眾人忍耐, 剛才我們讀過, 為什麼要學習忍耐呢? 因為每個人的脾氣不一樣, 個性不同, 而且看法主張也不一定一樣, 所以難免教會裡面有衝突, 或者是一見不合不愉快的事情, 所以每個人要學習忍耐, 忍耐我們一同時的話, 就是你有禮貌, 你跟別人接觸的時候, 你要保持風度, 要忠敬別人,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還有, 有逼足勸慰、 勸勉跟安慰, 這是逼足相愛的積極面, 我們不但自己保持侯目, 要忍耐, 我們也要有一種行動, 要去關心別人。 這一件事情, 關心別人會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就是互相建立, 因為我們關懷別人, 別人關懷我們, 信心必持建立。 我看那個甘地傳, 我們知道甘地他是印度的國父, 他去英國留學, 後來他轉到南非在那裡做律師, 他曾經去參加過教會, 後來離開。 我們不知道他為什麼沒有留在教會, 這是一個疑問, 他沒有明說。 可能是牧主講到, 他聽得不教他, 因為他是高級知識分子, 或者是教會的那個聚會人氣憤很冷, 對他沒有吸引, 或者是教會地區準備, 大家收睹, 沒三種問, 你看我我看你, 大家都是陌生人。 所以可能是幾個原因, 教會對他沒有吸引力, 他就離開了。 可是因為他也參加教會過, 他也讀經過, 所以主耶穌的教訓, 馬太第五章, 那個登山寶修裡面, 他從那裡得到歧視, 就是他悟到來一個很重要的真理, 就是那個不抵抗主義, 你落在壞人的手裡, 你才是不抵抗。 他悟到這個, 他就把這個原則應用到以後, 他規國以後, 進行的那個印度人民爭取獨立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後來成功。 我講這一段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教會對別人有沒有吸引力? 尤其是第一次來的時候, 這是很重要的。 來, 彼此相愛, 讓我們教會有一個熱度, 這裡面有溫暖, 有愛, 大家覺得在外面, 就是缺少這個, 沒有這個, 在這裡他們發現新大陸, 他們願意來, 這是一種吸引力。 來,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彼此相愛呢? 保佬在第十節他說, 他替我們死, 叫我們無論醒著、睡著都以他同活。 主耶穌為我們而死, 使我們得救。 所以我們應該要以他同活。 我們不是單單為自己活, 我們也要為自己而活, 去關懷別人。 關懷別人就是彼此相愛最具體的表現。 我來, 還有, 彼此相愛, 我們不是只有一部分的人在做, 我們教會有組織, 比如說牧師, 還有職事, 還有同工, 我們說不定有小組, 小組裡面有小組長, 我們透過這個組織, 去關心, 去推動事工, 去關心別人。 可是我們注意看, 就是老師那幾個人, 就老師那幾個人在推動, 其他的人就是等著別人來關心我、 來探訪我、來打電話過來,對不對? 這種現象非常普遍。 我不曉得我們古廷生教會怎麼樣。 好,來, 大家應該心裡有數。 還有一點是說, 有時候我們閉嘴光白, 只有一群固定的人, 譬如說那個老婚姻, 大家學歷比較久, 所以比較學歷。 剛才你賣的人, 大家不學歷, 大家就會把他忍樂。 所以吳行政, 教會有時候搞出那個, 不是故意的, 這種小圈圈, 我就跟你比較好, 我如果來都找你, 跟你講話, 別人就不了解。 這一點我們也要注意。 一直關懷應該是全面性的。 所以, 一直關懷要怎麼樣的進行? 我們從參加機會開始, 我們一直要有招呼。 那個教會的招待很重要。 因為我們進來教會, 第一個噴到誰? 噴到招待。 這個招待要有訓練。 我們去過百貨公司有沒有? 在那個電梯要上escalator的時候, 我那些漂亮的小姐, 服務人們, 他們穿很漂亮的制服, 一直跟你點頭, 是不是? 他要賺你的錢。 他服務是為了你要搞官, 他們不會演的東西。 可是我們教會很多支持, 做抗招的人, 服務的這個親切度。 這個時候要學習,要訓練,自身訓練。 你如果在那裡說, 哦,平安。 你不知道你的名字, 你平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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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親切很重要。 好,來。 然後呢, 進一步, 我們必須可以交換意見, 彈簽一下。 比如, 冰愛人。 剛才我們有那個, 有你真好。 那時候只是一個活動, 一個節目而已。 真正要實行的, 就是聚會完了以後。 對不對? 來。 可以進一步, 我們可以用電話聯絡, 或者參加探訪, 或者是說他們有需要為他們代表。 避失關懷的範圍很短。 我提醒大家, 是每一個人的事情, 而且是全體的事情。 這個很不容易做到。 我們教會數會差不多五十個。 足足好。 這五十個人, 我們要彼此關心, 容易做得到。 對不對? 你如果一千個教會, 那沒辦法。 那另外一個辦法。 這樣。 希望我們大家保障。 保羅這一段的勉勵, 叫他們彼此關心, 並不是說他們沒有, 他們有。 在十一節說, 證明你們樹場所行的, 證明說, 缺少人家家衛, 他們也有進行律師關懷。 有。 可是他們好像缺少了什麼, 忽略了什麼。 所以他今天特別提出四本人, 你要特別的去關心。 十二節、十三節。 第一個,我要講的是, 我要念。 弟兄們, 我勸你們, 敬重那在你們中間勞苦的人, 就是在主裏治理你們, 勸戒你們, 又因他們所做的功, 用愛心格外尊重他們。 這裡所講的是誰啊? 這是傳道人, 這是教會的女者。 第一個, 我們要尊關懷牧師, 藉著尊重牧師, 來表達我們對他的關懷。 保羅他在這裡提出, 宗敬牧師、 公安牧師的三大理由。 第一個理由, 他說他是在主裏治理你們。 治理, 這句話就是有領導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 牧者傳道人, 他就是在教會的組織上, 在信仰的領命上, 他是領導群仰, 領導信徒。 牧者他是一個獻身的人, 他獻身於神聖的工作, 他做上帝的仆人。 傳道人, 信徒應該要尊重這種人。 意思是這樣。 第二個理由, 是欠借你們的。 他不只是治理你們, 傳道人也是欠借你們。 意思就是說, 傳道人藉著講道、 藉著解經、 藉著各種計畫的推動, 來牧羊信徒的領命。 這裡面有勉勵、 有提醒、 有警告, 能夠使信徒一直行在真理的道路上。 而且鼓勵大家在同一個教會, 一起同心來服侍主。 牧師就是講台的事奉, 這件事情就值得信徒, 對他表示尊敬。 第三點, 又因他所做的工。 又因他所做的工。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教會的牧者, 這是指著他的那個牧會關懷的工作來講。 牧師不只是講到, 他還有很多那個關懷的工作。 我是過來的。 這些關懷的工作包羅萬象, 比如說家庭探訪、病房的探訪、 支持信徒家庭的傷喜事。 對不對? 我們也了解。 還有, 有時候要介紹醫生、 有時候需要介紹律師、 還有, 有時候甚至要拜託公職人員。 或者是明代來幫忙。 我現在舉一個例子。 我們教會以前在曾經南路15項的時候, 15項我忘記了, 那時候有一些大學生, 裡面有一個讀台大公衛系的, 叫做陳慧平。 不是那個林慧平, 那個是個性, 陳慧平。 他一直同學帶他來加入我們教會, 帶我們教會信徒。 那有一次他暑假, 也大概是那個國慶日附近, 他去參加一個活動, 跟同學坐火車去浮龍。 去浮龍。 可能要做某一種社會調查之類的東西, 這是他的功課。 因為那一天是假日, 火車裡面, 飛車裡面, 人家的經缺啦。 他要出來, 走到這個門口的時候, 那台車開了, 他就說不扶不扶手, 現在載到人家, 要去藝蘭那邊去了, 他就跳下去。 那跳下去, 爲兵沒有過台, 就是比較輕, 插路比較大, 然後有些酒店, 那一邊就像中心, 那一邊就大骨, 然後就回去了, 還沒經過, 還很痛, 所以人家隨時就送到那個, 送到台北嚴重去出事。 那些都都是假日, 所以就是那個, 沒怎麼說, 急診室的醫生可以處理, 然後就叫一個醫生去處理, 結果醫生去處理, 結果醫生去處理, 河水, 長話短縮, 就處理河水後, 現在來做禮拜時, 我覺得怎麼拜禮拜禮, 因為乘腳跟倒到差一公分了, 我就說, 沒命了, 我們一句都會害了, 這個時候還沒結婚了, 現在腳重來腳, 爸爸要怎麼做錢, 對不對? 這是一個現實, 我跟孫母退很擔心, 那時候, 我跟孫母退了, 那就另外一句, 我跟孫母退後, 剛才介紹台台出名的一個, 一個國康醫生, 以前拿照片拿平的那一看, 你, 長兩天, 長兩天啊, 不是一天這樣, 他長一天, 那他人, 所以你不知道 還會疼 你還電求孫一次 一方 這樣 所以就給他求孫 這個醫生有打算說 你的創作人 我是你如果說話是必要 所以他比較親切 他說到現在就不去美國 你好 我現在帶你求孫 你一年後再回來 我帶你北起來 我一年去美國 聽說沒有人 我來了 他帶他美國人來跟我介紹 還有我認識 所以各位朋友在這邊 有人生牧師 他能用他的社會主委來關心服務性 這是一個例子 好 來 所以 我想到我的經驗 我沒有回家的教會 大部分的為友 都有想過我 天都不一樣 台事不一樣的關懷 這個 我有疤人 所以故鄉的這位 牧師做這個工作 就是出於疼心 只有一句話就是疼心 沒疤人的動機就是疼心 所以 柏羅他這樣說 因為這樣 所以你們就要用疼心 特別來尊重於中文 現代日本 反正說你們就要以最大的敬意 和愛心對待他們 這句話要這樣清楚 後來 尊重於遜心 這件事 這是柏羅特別的勉絡 可能 提早論人家的教會 居留這點 後來 尊重於遜心 尊重於遜心的這份 可以說是對牧師最大的鼓勵 牧師有它的軟腰 有它的紓擾 有它的困難 需要信徒的關懷和帶領 這也是事實 有人曾經這樣說過 信徒尊敬牧者 關心牧者 牧者用愛心牧養信徒 是教會最大的武器 你們相信嗎? 應該是這樣 對不對? 好 來 尊敬牧者有很多好處 第一個 你自己可以過快樂的教會生活 因為你尊敬你的牧師 所以你跟他保持很好的人際關係 你喜歡跟牧師一起服侍上帝 你參加教會的護士 你也喜歡每一天 禮拜天來這裡 聽牧師講道 你容易接受他所講的道 因為你尊敬他 相反的 這個就有問題了 好 來 所以你每次來歡喜領受講台的信息 對你的領命有非常大的幫助 是不是這樣? 好 來 還有 尊敬牧者是教會的好見證 因為有這件事情 所以別人也會受影響 教會會充滿喜樂 和諧 這種風氣 對整個教會事工 也是帶著幫助 好 來 還有一件 我們尊敬牧者 對自己的子女也有好的影響 對牧者忠敬的風氣 會使你的孩子 他喜歡跟你一起來教會 而且忠敬牧師的教會 有人說容易產生青年奉獻 因為那個氣氛對他也很有鼓勵性 是不是? 我有一次聽一個韓國的牧師說 因為韓國的教會 他們尊敬傳道人 是他們的教會的一種氣氛 所以韓國的教會 比台灣的教會更多的年輕人奉獻 這個不能受沒有影響 是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 忠敬牧師是非常需要的一件事情 好 來 佛教簡單下面來講 還有三個人 我們平常忽略在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要關心的 第一 這是不守規矩的 不守規矩的人 信徒怎麼會不守規矩 這是什麼意思? 要怎麼解釋? 原文的意思就是善禮職守 好像阿兵哥 本來你戰衛兵 這個時間你戰衛兵 結果你跑掉了 就是善禮職守 所以這樣形容一下 那麼英文的那個新國際翻譯版 叫做NIV的翻譯版 他把這個不守規矩的人 翻作懶惰的人 這樣就要牽涉了 一個教會裡面有懶惰的信徒有沒有? 明明知道你是信徒 可是你只有一個禮拜 一個月才來一次禮拜 甚至有人 一年只有聖誕節跟復活節來 好 來 這個他不認真 對信仰不認真 在我們教會可能有這種現象 有這種人 他平常在教會 既然聚會不認真 他在家裡也不會認真靈修 如聖經 對教會是不是更不用說 他不會有這種參與 對於這種人 我們要去給他鼓勵 後來我在新竹生教會墓會的時候 有一次有一個老婆 姓妥給大家看 他說 在我們在住在那附近 有一個人 開一間美容院電腦門的 那個老闆娘 他說他是年輕的時候 在那附近人的宣告會在那裡睡著 現在沒有在住 我跟他講 就在小學教會說 我們來接觸看看 第一步是 叫勞書名先叫睡頭 對不對 先叫睡頭 不知道有機會講話 剛才開始 我們偷偷 這個大事都是輪勞書名做 因為當時我去睡頭 所以他就說我現在不可以了 你禮拜日不就有 待會兒半時間來做禮拜 你想到想要出國際來一拜 就好了 他就沒辦法了 後來他就說 禮拜日生意比較好 所以他就說 我教會拜四行有幾度 十點幾度而已 不然你 代理會犯署 代理不是犯署 代理會告起說 我拜四行休息了 你如果習慣就好 他就拜四行就來 不然一半年來拜四行就來 他們就習慣了 都來 從來拜四行 禮拜日不來 後來又減少時間 就再面對說 你禮拜日也能夠 跟信徒說 打個個性 說禮拜日表君一報就好 你的顧客也會習慣 這時候他就開始來做 後來 教會裡面有這個小祖 還有老人的 像老人大學那種 一隻一隻的訓練 讓他都報名參加 我每次看見說 現在全身 新的性教會 醫參加主委處所最多 比這次更多 最多心就是醫 他變成這樣 所以顧養人有話要說 就是 有時候我們要鼓勵 不斷鼓勵 修的步驟 鼓勵要有藥斂 就是鼓勵 這是一個體驗 第二點 不用擁有悔心的人 悔心 一個人的悔心 可能是因為他有遭遇艱難 他身體不健康 或者家庭和事業不順利 所以他就覺得悔心 人若灰心的話 他會失去喜樂的心 也會欣賞他的敬慧 或者是信仰的熱誠 都會有影響 所以對這種人 我們也同樣地要常常去給他鼓勵 所以他們能夠靠主得勝 信心可以得到恢復 第三樣 最後一樣 呼籲軟弱的人 所以軟弱的人 可能是主要信仰的基礎很淺 容易動搖 有人他很熱心 最久後來洗禮 可是洗禮不久就不來了 不見得贏 他後面清來一些不同的說法 而影響到他就不來了 軟弱的人 有些人是心靈脆弱 容易受傷 你碰到這樣的人 比較麻煩 有時候是先天性 你有什麼缺陷 所以有一種自卑感 最主能 可能就是涵蓋在軟弱的人 保羅美麗說 你們要扶持這樣的人 特別去關心這樣的人 我們藉著關心 能夠幫助他仰望上帝 建立自信 成為乾強樂觀的人 以前我們在中南中部一個教會 墓會 有一個家庭 全家都來參加聚會 大人參加聚會 他們家的孩子 也參加聚會 只有發現一個不來 我就想 他怎麼不來 這個家庭是全家聚會 只有一個不來 後來我們從旁邊了解 他就是一個古典的學生 那他比較矮 不夠一米五十 臉 也不夠很漂亮 還比較矮 他就是有這種 生天的快點 他跟他一米快點 所以有這個十米夠 所以不可以來 我們用很多的工夫 要去鼓勵他來祝福 有一次 我聽他說 說七個人 他就在他們的 高中組做文比賽第一名 所以你看他外表是這樣 但是有災靈 他如果有回復造型 有快樂 我們可以幫他幫忙 讓他回復造型 這樣他就正常生活 會發揮他的災靈 感謝上帝 所以這個鼓勢關懷 大家在這裡面 就是說 這個 要不要再說 鼓勢範圍 和 保障建立 這個保障建立 不是只有 主要是自己的信心 一直叫做建立 所以這個 也非常要緊 希望我們可以注意這個問題 我最後來講一個 這個 趣味的建築 就是剛才我說的 信頂的那種資格 他現在就變成 常常參加主委 很多心目 對不對 這樣 有來,我就去台湯不飛了 在台湯有兩年久就倒閉了 我們就輸了,住在身上 住在身上,因為我們本來就跟他很熟 就是卡電的電腦 有一次在那裡 發見就說,他現在沒有在電腸 因為他心中不好,這顆兵 因為那些人做廠門,我猶豫 那些人做廠門,蒸,有一個器用 塑那個東西,對身上不好 他心中說,你要收招呼 所以隔壁中,他有去抽出後 要兩天歪掉 不過發見就說,他那些隔絲都在那裡 兩天就剃頭,一樣便便 要走,每天都便便,蒸東西都便便在那裡 他就問他說,博士,你... 你要剃頭嗎 好,好,好,好 然後開始要剃頭 說清楚幾個月,當時剃頭 沒有人要剃什麼 我連鎖剃 剃我連鎖剃頭剃十年 剃十年,夠久 他腳上說,博士 我現在要過孫 所以我現在不能跟你剃頭 你自己想辦法 我還要十二年,十年替勞 免費 這不是一項問題而已 說得出來,這就是 讓他們套過彼此關懷 大家會回應 大家會活動 信心這套建立 大家會非常鼓勵 好,來 這個故事要再刷 我有一次就跟孫先生來探訪 有一個叫小女 我們這個孫先生,孫先生 這個孫先生,孫先生 就是孫先生,孫先生 就是孫先生,孫先生 說孫先生 來,孫先生,我剃頭 所以我叫他去剃頭 所以我叫他去剃頭 我剃頭已經十幾年,剃頭不太刷 第二次,孫先生 這個孫先生是四十年前 在孫先生 他現在很多新,因為他出房子 這個新店 所以他在中軍的新道會 在那裡做會 後來有很多新的心 如果我剃頭 民族以往 他在那裡做現今的委會 他已經很信任得到一個人 所以孫先生 我就覺得,彼此關懷 我哪有效果 會有,他會回報 我們如果關心別人 別人也會關心你 因為我們國庭宣告的 可以家庭 這方面的時間 在牧師 每天 就是連續會面 大家當心也有 我們來設定 要怎麼來推薦 這個 彼此關懷 不是少數人 我最後再說一次 是大家要做的事情 不是只關心一部份的人 反正在這裡出現 我們都要跟他 祝福 有請這個泰國 告白來奉 這樣 這個告白如果有溫暖 有煮的痛 有魚肉 大家很愛 感謝你 我們想的祝福 我們國庭宣告的 三個晚上來祈禱 天父 我們感謝你 今天早上 回到古敵聖教會 跟主內弟兄姊妹 一起分享 彼此關懷的道理 求你的愛 充滿我們的心 藉著聲明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既然知道 這個真理的重要性 讓我們有實際的行動 藉著我們大家起來 來彼此關懷 帶來教會 充滿著上帝的愛 喜樂跟溫暖 能夠吸引很多外面的人 進到教會裡面來 祝福我們的教會 祝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 祷告奉耶穌的名求 係前座前 Epic 踏圓 曲